最近黑龙江特别火是吧 尤其我们哈尔滨火大发了 哈尔滨火的那个哈字都烧没了 就变成耳滨了 哈尔滨大街上迷路拉着爬里 然后迎接游客 那你下飞机场下来之后 你坐着这个驯鹿 然后呢进入哈尔滨大街 中央大街什么感觉 这个东西是旅游的一个创新 但是这个东西算不算心智生产力 不太好说 不管今天哈尔滨的冰雪经济搞得这么红火 和心智生产力有没有关系 我都可以骄傲地跟各位说 心智生产力这概念诞生于我们黑龙江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的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 他第一次用了一个新词 叫心智生产力 好多人都去学习 最简单理解就是强调整合科技资源 科技创新资源 强调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 未来产业 加快形成心智生产力 既然是心智嘛 那就有别传统生产力 设计领域新 技术含量高 靠创新驱动 它代表着一种生产力的跃迁 它是科学技术创新 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一种新型的生产力 所以这次一提出 2023年就变成了十大流行语 咬文嚼字编辑部 2024年十大流行语 就强调心智生产力 我读到黄岐帆同志 关于心智生产力构成的一篇文章 我们读了之后很有启发 今天我接着跟你讲 黄岐帆还有一些想法 也是蛮有心意的 它说新制生产力和新业态有关系 你培育新业态的核心 那当然产业变革 是产业组织的深刻调整 这里边两件事对于最重要 第一个推动力是全球化 新业态的形成 一定要和全球潮流连在一起 要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所以现在中央 坚定不移推进制度型开放 坚定不移的促进 形成新的发展格局 这就是新业态了 简单说世界潮流 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内贸外贸一体化 再往下说 那就到了中国的市场体制 中国的规则 中国的这个标准 中国的管理方方面面的改革 你都必须服从 内外贸循环一体化 市场化 法治化 还有我们所说的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要不然你就怎么叫新业态呢 第二个呢 当然叫数字化 数字化大家比较熟悉了 就是互联网嘛 数字互联网 产业互联网 和现在咱们消费的互联网 还不是一回事 所以我们为什么概念一定要抛析 消费互联网 那拿手机挖一扫码 这个东西很牛的呀 但是中国消费互联网 风生水起 我们很牛的 另外一面 就产业互联网 我们刚开始 产业互联网 不光是国内的互联网 还包括国际国内的产业互联网 两种情况吧 一种就是企业集团 大型制造业 设计市场信息销售渠道 开发制造物流一体化的数字系统 这是一个个企业的产业互联网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 就市场发展了 必须依托互联网平台各种中断 你得把触角伸到全世界的消费者 你根据全世界的消费者偏好 实现小批量定制 大规模生产 全产链贯通 还有刘强东擅长的全球化配送 你在这样的平台上 集聚几百家提供生产性服务的研发设计 金融保险 物流运输企业 你再有几千家制造业企业 你再往下 那就上万家各种原材料供应商了 那好了 这么一大堆的企业之间用什么联系 数字系统进行全民贯通 你在这种情况下 依托一个产业互联网平台 这才能够形成 以客户为中心的全产业链 紧密协作的产业集群 你说以销定产 以新打旧 以快打慢 都离不开这样的产业互联网 黄其帆有个判断 黄其帆说 这样的产业互联网 中国有那么一批 这样的平台 放在哪个城市 哪个城市就带来几千亿 上万亿的销售值 所以黄其帆这个讲话 受到很多地方政府的市长 市委书记特别重视 你想啊 你这个城市 就是因为产业互联网 带来几千亿 几万亿的销售值 那同时 同时意味着 几千亿上万亿的金融结算 还会带来物流啊 其他服务啊 那就变成金融中心了 金融中心 必然贸易中心 必然服务中心 所以未来掌握 产业互联网全球平台 谁掌握 谁牛大发了 谁掌握 谁就是三个中心 我到现在没有机会 见过黄其帆 也从来没有 亲耳听到他演讲 但是我从网上 能够找到的黄其帆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 一些讲话报告文章 我都觉得设启发 所以我向各位推荐 黄其帆同志的文章 这和那些穿鞋戴帽的人不一样 黄其帆认为 新制生产力 说到这儿 那就简单了 第一就是要以战略性信心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 干新制造 第二就是要以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为代表 干啥 干服务 第三那就是以全球化和数字化为代表 干新业态 新业态 新服务 新制造 那不就形成聚合体了吗 这个聚合体叫啥 就叫新制生产力 黄其帆他搞经济这么多年 他认为中国在制造业板块 在服务业板块 在新业态板块 都有巨大的潜力 现在咱的短板 不是咱们生产性服务 跟人家欧洲 跟人美国 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那好 那就是未来的巨大增长级 所以新制生产力的发展 就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的增长级 关于黄其帆 对新制生产力论述 一共做了上中下三期节目 希望对各位有所启发 你有什么感想可以告诉我们 我是中国国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 居民司马南 感谢收看 再见